大家好 歡迎收看 古海飛揚 今天又是週末了 那又是週末呢 今天的行情很有意思就是 你看到一開盤之後很多人預期說 那今天科技股應該會中錯吧 昨天的美國科技股或者是美國的費城半導體都中錯 結果今天的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開盤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怎麼沒有開那麼低 怎麼還好 反而是今天的資金都跑到了航運 鋼鐵 跑到那個地方去了 那這就很明顯就是說 資金看到了美國的一個科技股走落 所以很快的就把資金轉移到航運 鋼鐵 因為畢竟航運 鋼鐵你說基本面真的都不錯 他們是有基本面在做支撐的 所以今天的行情就變成說 大家會問他們說 航運鋼鐵出來撐盤了 其實我倒認為也不是什麼撐盤 就是資金有流到那邊去 短暫性的先避開科技股 有這個感覺 那剛好金融股也是維持強勢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行情就不會太明顯的中錯 反而是在這個中小型的貴買指數 今天貴買指數最後是跌了 大概將接近1% 今天是一路的慢慢走低 慢慢走低 慢慢走低 那加減指數的最後一盤就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台積電的買盤 最後一盤拉了5塊錢 拉了5塊 所以才會收紅 所以但是其實今天整體來說是一個小黑啦 收小跌 最後拉成小紅 那貴買再休息 所以今天的行情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市場有在把科技股的資金稍微的抽離一下 可能我認為就是在來到週末 你昨天的美股那麼科技股走落 可能這些短暫資金會先把 科技股的資金先抽出來 為什麼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美股 是不是科技股還是續跌或如何 那再做定奪下週 是不是資金要再回來 到科技股上面 所以其實這個行情你不能夠因為今天這樣走 又把它看成又看壞了 否則你像你昨天就看多了嘛 可是你前天又看壞 有沒有 最近的行情就這樣 它下去了你就看壞 那昨天上來了你又看多 那今天下來了你又看壞 我已經講過了 最近指數你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在一個 全新的一個整理型態內 我講過了對不對 所以在一個全新整體型態內 你不用因為前幾天的黑K看壞 昨天的長紅你又看多 反正就是在區塊內 那所以指數的真正的重要性其實不是那麼大 那操作上面呢 還是挑選個股為主 你怎麼挑個股 你挑的個股裡面又在哪裡 哪個位置買進 真的會完全直接影響你最後的結果 所以這個行情這樣走 可是我們的股票又是跳空漲停 3687 全市場最強的 Oh my God 對不對 這個標的你看到它最近七天 七天內六根漲停 真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樣 Oh my God 太強了對不對 那問題是這麼強的股票 又回到我每天提醒你的 來跟我一起講好了 我說會賺漲停的人 它絕對不會去什麼 追漲停 那真的能夠賺漲停的人 它買在哪裡 它買在轉折 確認點 對 所以我們 Oh my God 七天 今天七天六根漲停 我們是真的賺漲停的人 因為我們買在轉折 確認點 市場很多人看到 Oh my God 一路飆上去 人家是真的切入NFT 人家真的是元宇宙的受惠概念的個股 那NFT是目前在全球 是那個投入的資金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熱的 非常火熱的東西 它切入這一塊 那你說它股價漲 漲得有道理 那很多很多其他的遊戲股 我不知道為什麼跟上來 那你說你們都切入了NFT嗎 虛擬的一些 你們虛擬的什麼 遊戲的一些寶物嗎 等等嗎 沒有啊 所以要找最強的 要做最強的 最純的受惠股 Oh my God 所以12月9號這一天 第一根亮燈漲停 我就先跟各位報告 你看Oh my God 元宇宙概念最新的有沒有 第一根漲停 這一檔股票是第一根嘛 對不對 當天我跟你說 我們買在轉折確認點 買完轉折確認點 你看轉折確認點是怎麼發生的 沒有拉回怎麼會有轉折確認 好 那什麼叫轉折確認點 轉折確認點你看 轉折確認點你看到了 它不是指最低價 有沒有 我沒有跟你說我買最低價吧 對不對 我說我們買在轉折確認點 那什麼叫轉折確認點 轉折確認點的概念是說 由原本的原方向 原方向來到這個 來到轉折確認點之後得到確定 確定什麼 確定方向正式要向上了 原方向是向下的嘛 那原本的方向已經確定要 扭轉成新的方向確定了 那個位置叫做轉折確認點 所以我跟你講的不是這個 最低點那個位置 而是轉折的確定 新的方向要確定上來了 所以你做這種標的買來 轉折確認點你可以賺到什麼 你是賺了一個方向 那轉了一個方向 那為什麼我挑Oh my God 因為它有題材嘛 因為它有故事 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 最近這一支的標的 你要挑有故事的 或者有成長性的 或者大轉擊的等等等等 背後就是有story的 這種標的呢 它轉折確認方向上去之後 它容易讓你看到什麼 噴出 所以Oh my God 為什麼挑Oh my God 因為它有故事 它有題材 它切入MFT 它是真的原宇宙 它是很純的原宇宙的遊戲股 你要挑一挑這一檔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挑股票過程中 是有一定有原因 一定邏輯的 第一根漲停 隔天12月10號 又漲停了 又漲停了 兩天兩根 兩天兩根漲停 那是不是全新的方向 從這邊開始的 是不是從這邊開始 12月13日 又漲停 三天三根 三天三根漲停 創新高 創新高那一天 因為台股重挫有沒有 台股重挫 很多人看到創新高 台股又重挫 把它賣一賣 賣一賣就在那邊暢衝下血一整天 所以呢 等於是行進間的換手 換手完之後會怎麼樣 會噴出 我常常跟你講嘛 對不對 換手完會噴出 12月15號 五天四根又漲停 又漲停板 換手完之後噴出 那新客戶來買20張 到今天 到當天就已經賺了84萬了啦 那繼續 沒有結束 12月16號 禮拜四 到昨天又漲停 到昨天又漲停 Oh my God 六天五支漲停 昨天又漲停 而且這一架到底跳空漲停 有沒有 換手完之後又噴出 六天五根 人家20張買下去之後賺多少了 賺115萬了 買20張已經賺115萬 到今天12月17號 今天恭喜 又漲停了 開盤就亮燈漲停 七天六支漲停 七天我給你六根漲停 六根漲停 20張 已經賺多少 149萬 一檔我就讓他賺149萬 人家只是剛來的第一檔股票 他買20張就賺了149萬 到今天還在漲停 全市場最強的一檔標的就Oh my God 那麼原宇宙的概念Oh my God這麼強 可是在Oh my God之前呢 之前呢 所以你看我們同樣是做原宇宙啦 那我挑的原宇宙的受惠股 如果他們真的很純的受惠 不是炒作的 不是想像的 那你看我挑的原宇宙的受惠股 跟一般人大家所操作的就不一樣 可是我們的標的很標 而且很標就算了 我們是從頭轉著確認點就買進 從頭開始賺 就讓他噴出 有沒有 前一檔是哪一檔 2405的耗星 12月8號禮拜三 亮燈漲停 那我就告訴各位 跟你公開 這是我們的耗星 亮燈漲停 他獲得META的採用 共享原宇宙的商機 所以我說你要挑股 要有一定邏輯 你不能夠人家說那個好就那個好 你要知道為什麼你挑這個標的 那你挑這個標的你等什麼 等他一個方向的轉變確認 買進確認點到 確定買在這個天 確認點到了買進 買完之後當天是長紅 長紅留一些上影線 隔天跳空下來 下來跌了3%4% 跳空下來 這一天長紅的隔天跌3-4% 你怎麼想 一般人是覺得 好像看了就變保守了 看壞了對不對 可是我都告訴我的客戶 不用管他 因為換手完之後會強攻 換手完後會強攻 好啦 一天兩天三天 第四天強攻 亮燈漲停 然後兩天兩根 12月9號隔天又漲停 兩天兩根 有沒有換手完會噴出 新客戶來買100張 那100張成本大概120萬 也不多 因為低價嘛 12塊左右而已 12月10號禮拜五 三天三根漲停 又漲停 三天三根 三天三根漲停 那你100張就賺多少 41萬多 成本大概100多萬 100多萬 已經讓你先賺了40多萬了嘛 13號禮拜一 又漲停 浩星 跳空漲停 四天四根 四天四根漲停 賺多少 賺多少了 將近60萬 他投入100張嘛 100張大概資金大概120萬 120萬到這一天 已經賺60萬左右 賺了一半了啦 你投入120萬 已經讓你賺了60萬了 所以新客戶來啊 你就買 你就買你當時 你來之後 我給你那一檔標的 你來買最新的那一檔 資金集中 做那一檔最新的 從頭開始賺 那我不知道客戶 他使用多少資金比例 那通常新客戶來不會全力啦 不會全力操作 新客戶來大概說都會 先觀望一下 用個三分之一的資金 用個一半資金來試試看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 這人之長情 好啦 買100張而已 成本只要120萬 對不對 120萬就賺多少了 將近60萬 四天四根漲停 12月14號禮拜二 又漲停了 有沒有 五天五根 五天五根漲停 但是我節目中跟你講 我們先賣了一半 對不對 因為他要分盤交易了啦 要分盤交易了 我們就先測一些資金出來做新標的嘛 五天五根 我獲利減碼了 我們就大賺之後減碼 那減碼呢 等於說拿了100萬出來 裡面還有100萬 裡面的本金加獲利 帳上獲利還有100萬 然後我已經實現的本金拿回來 跟帳上已經實現利益 大概100萬 所以原本你投入了100萬左右資金 已經拿了100萬出來了 100萬已經變200萬的意思 你原本投入了100萬左右資金已經變成大概200萬左右了 這樣好不好 快不快 所以買股票要不要買在轉折確認點 從頭開始賺 對不對 那再回到我老話一句喔 漲停板呢 是靠追股票來的嗎 要賺漲停的人呢 他絕對不會去追漲停 對不對 是買在轉折確認點就可以從頭開始賺 所有的漲停板 我通通都是真真實實的全部賺到 這才叫真正的交易 不是靠說我今天我們要賺漲停 你就去追漲停 然後告訴大家說你看我如果要漲停板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虛的東西 跟元宇宙一樣很多是虛的虛幻的 你要記有意思嗎 我們要真實的 我們要是真實的 那你要真實的賺到漲停板 很簡單 你在一開始一個方向 最新方向確立的那個時候的轉折確認點 你就要投入資金了 你就要把資金投放下去了 而不是你看到他已經快漲停了 你看到他已經強攻兩三天了 你看到他已經變熱門股了 你才對他有意識想想去追 今年從一月到現在十二月 快要十二月底囉 一年都快過掉囉 你賺了多少錢 還是其實你是虧損的 如果今年從一月一號到現在 十二月中了嘛 你的操作如果你不是很滿意的 好 那我幫你拉尾盤 聖誕節快到了 可是我說你要在聖誕節前 你要有本事幫自己大賺一筆 然後幫自己買一個聖誕禮物送自己 很多做家長的觀眾朋友 你就是每年都要辦聖誕老公公 買禮物送自己的小朋友對不對 今年你送他們之外送一個給自己 要送什麼 你要送鑽石給自己 還是你想要買個國產車 我不敢說你投入資金可以馬上賺一個進口車 我不敢這樣講 至少我覺得你投入一兩兩百萬 兩百萬資金買一檔標的 要賺一台接近百萬左右的國產車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怎麼做 我幫你拉尾盤 你就當作下禮拜一我帶你買的那個標的 是今年度你要操作的最後一檔 注意聽 已經12月中下旬了 所以到耶誕節前 你就在下禮拜一我會買一檔標的 那麼你就去買 你要投入多少資金你自己決定 盡量資金集中你就買就對了 你放心我們買的就是轉折確認點 你就大膽去買 禮拜一我帶你買的時候 你就用心努力認真的去買進 這一檔標的 你把它當成是你今年從1月1號到現在 12月中下旬之後的最後一檔 你今年度要操作的最後一檔 禮拜一我帶你買 那在這個月的月底 一旦節前 你絕對可以領到一個大紅包 我幫你拉尾盤 那要看你投入多少資金 你如果有500萬資金 你只買個50萬80萬 對不對 那當然那個紅包就縮水一點點 那如果你投入100萬 150萬下去200萬 那這個紅包就真的很漂亮 那就看你信不信任 那如果你信任的話 禮拜一我帶你買一檔標的 你來領一檔股票 當作是你今年度的最後一檔標的 領一檔聖誕標股 下禮拜一買完轉折確認點之後 它上去之後到聖誕節前 你絕對領大紅包 不限名額 你要買多少張數 隨便你自己決定 你就撥電話來領一檔聖誕標股 下週一我們要買進 你一起把它買下去 好不好 你今年度操作的最後一檔 禮拜一我帶你買 我幫你拉尾盤 我們先撥電話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飛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週一至週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理解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操作股票 最后最后我都会告诉各位 你会想一想 人家获利就是讲方法的 你获利从你一出手 就决定最后的输赢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只要一成交 就决定你最笔单的最后输赢 只是那个当下你不知道而已 那既然是如此 你的出手位置就格外重要 因为你一出手就决定你的输赢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求一个 能够拿到一个 极高成功率的出手点 那种位置就是我们一直告诉各位的 转折的确认点 转折确认点就是 代表说原方向改变之后 确定要走一个全新方向的 那一个确认点 你去买那个位置 你的获利率就是极高 那你相对的风险 就压抑在一个范围内 所以你不会说出现 什么重大的一个亏损 不会那种状况 相对那些追创新高 追热门股 追涨停板 很容易出现 一下子就是亏个三成五成的 你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长期来说 你绝对是累积获利的 你要先 你要先把自己 你要让自己的一个操作 获利的模式 然后固定下来 你再去讲能不能赚钱 你不能够说 每天都选股逻辑 换来换去 我今天听消息买一档 我明天自己研究买一档 我后天看帽子买一档 那你的买点呢 怎么买的 为什么在这里买 你统统讲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一个一定的逻辑 成功的人他讲方法 可是那个方法是什么 我每天都告诉各位 我们的方法 我们用最简单的概念给你传达 就是买来转的确认点 我们有我们的判定的方式 不便透露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档标的 我们怎么赚到的 那个赚到的前提是 我们在哪里买 这个是最重要的 Oh my God 我说过了 你挑股也是很重要 游戏股这么多 为什么你挑Oh my God 对不对 很多游戏股是看了 它一直是一路上一路上 涨了三根涨 四根涨之后 才开始启动 那个就是什么 我觉得有点是搞不清楚状况 它在涨什么 那你那些游戏股在涨什么 难道你要跟我说因为你们现在准备要 小朋友要放寒假了 所以提前庆祝了是吗 我觉得有点牵强 所以你要提防 如果它不是真的受贿的话 纯粹是看到Oh my God 上来才跟上来的 你要小心它怎么上怎么下 你要小心那种 不要做炒作的 我们要做很纯的 真的源于做受贿的 切入NFT的 Oh my God 所以它涨是涨它真的背后有意义的 不是乱涨 我们挑股 挑股逻辑 好啦 我可以挑到Oh my God 可是我不急 我等什么 我要等到转折的确认点到 我才出手 所以我一出手 你发现 就开始启动 两天两根 三天三根 休息一天 五天四根 六天五根 今天又涨停 七天六根涨停 二十张赚多少 一百四十九万 二十张赚一百四十九万 所以我刚才讲嘛 我说你来领一档圣诞礼物 你就当作你今年操作的最后一档标的 下礼拜你去买 我通知你你去买 那你得到通知之后 你去买了之后呢 你看人家一个Oh my God 二十张就赚多少 一百四十九万 一百四十九万 你要买车都可以 对不对 下礼拜可能Oh my God 就可以帮你买一台进口车了 所以你起码一档股票投入个一百万两百万资金 绝对没有问题 我帮你拉尾盘 你今年做到最后 你就把下礼拜一我带你买的圣诞标股买下去之后 然后呢 今年的最后一档股票 我帮你拉尾盘 一档股票就赚这么多了 你全年度一月到十二月中 你做得多么的不顺利 没有关系 只要你的最后一档股票 你做对 真的会拉尾盘上来 让你的全年的操作 做一个漂亮的结尾 拿一个大红包 对不对 那你今年至少没有失败 那我要让你感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要让你感觉 我要你直接的体会体验到 原来买的位置改变之后 结果差很多 你从一月一号开始到现在 这么多一年下来了 你每次买的股票 都不是买在转折确认点 可是你最后一档股票 今年度的最后一档 你给我买在一个 转折确认点之后 你会真正的感受到 原来买股票 买在正确的位置点 差这么多 而且你挑股 如果能够挑到背后 有story的股票 有背后有故事的 那那个一旦转折确认点 上去之后 它是会用标的 你就感受到 原来选股很重要 然后选股之后呢 原来出手的位置也很重要 你完全用亲身去体验 我每天所讲的这些东西 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之后 我帮你拉尾盘 让你在今年的最后感受到 原来做法真的是最重要 绝对不是什么听消息 做股票没有在听消息的 你的做法是什么 决定最后的关键输赢 有没有 7天6根了 然后前面的耗星 一波上去涨停 买了转折确认点就上去了 对不对 2天2根 3天3根 4天4根 5天5根 5天5根 这一天我做动作先出一半 因为它现在要分盘交易 会整理 你就让它整理 那我拿出了100万 我可以做别的新标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们挑的标的跟你们做的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挑的标的很标之外 我又买在这些标股的 一源头正要起涨前 我就买了 从头到尾 完全掌握住 然后像这个 12月15号 我跟你讲红宝 背后都有故事的公司 有没有 涨停 12月15号 第一根 是不是刚上来第一根 它有它的题材 它背后有一些故事 隔天又涨停 2天2根 2天2根 2天2根涨停 对不对 你是不是从头开始赚上来的 今天又创高 对不对 2根涨停又创高 这样子你投入100万 起码赚多少 起码赚了20几万了 这样最少也20几万 对不对 100万就下去 最少也赚了20几万 将近30万了 所以买的位置 还有你挑的标的很重要 那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现在时间的关系 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选股的问题等等 你都不用担心 你就把你下礼拜一我带你的那一档股票 你当成是你今年度的最后一档 好不好 你最后一档股票 你不要乱买 不要买错了 到圣诞节你绝对领个大红包 OK 来电我们一起发 买转折绝对能够赚涨停 我们来领圣诞标股 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直接拨电话 来领一档圣诞标股 礼拜一准时进场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